好奇 这个油田呢 就是说 它是在渤海的西部 靠近这个大港 刚才说是一个金盘子 破甩碎的金盘子 那这个地方应该是 这个碎盘子里面 最碎的一个地方 难度最大的一个地方 那么针对这么样 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 这一个地区呢 我们是在这个地方 应该说花了两年多时间 进行了一个 生育的大量的 这个研究工作 应该说是第一次提出来 叫这种弹层 它活动的时期 它的强度密度 还有弹质的深度 就是说 它控制了这个油气的任意 我这个叫做 弹铁的这个成仓体系 跟着这个 再结合着其他的 综合年纪方面的成果 我们来赞叹 勘探发现了这个油田 不过我觉得好像 您的运气偏好了一点 刚毕业你就找到了油 别人找了几十年都没找到 我承认我的任期并不是很坏 但是我觉得找到这1722包括后面的油气 更多的是一种付出 成分的武力付出 我在渤海干过 就是19年 渤海研究院党案馆的资料 从1966年一直到我走的时候 党案馆的每一份刊算的资料 我都看过 有的我甚至不知看过一次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可能在做出成就的背后 都会有一些付出 比如说对家庭的关心 可能会不会少一点 有的时候可能是虔诚一些 这有一点我印象比较深 就是在当时我在薄熙当看他项目经理的时候 发现七个十七二有天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年的春节 我们爱人回来家 我自己带着个孩子 两岁的孩子 春节上班的第一天 我就把个孩子送到了托尔索 当时我们同班时的一位女同志 她得到这个消息以后 当时就是是掉了眼的 并且马上去这个商店买了一些糖果 让我带回这个家 我到下班的时候 在托尔索去接孩子的时候 我才发现 当时整个托尔索里面 当天有七个阿姨 就我们家一个孩子 夫人知道你当时的这个举动吗 这个她不知道 一直不知道 哎呦 这糟糕 今天她知道了 今天知道了会怎么样吗 不会的 你会怎么来定义你自己呢 你是一个工作狂吗 我工作是比较努力 听说是半夜三更 只要是有电话找你 就迅速地跑到办公室 跟人家商量事去了 是的 这个现场上只要有情况 就是需要的话 无论是什么时间 风雨不走 就必须要到办公室 去解决问题 不过还好 你有绝活 像刚才你发现的这个理论 让你非常顺利地 找到了那颗油铁 现在我的手上 还有一个碎片 是齐口 摇七腰 刚才的这个理论 是不是可以让 邓云华先生一劳永逸 就是不管我的这个碎片 丢在大海当中的 哪一个角落 他都可以轻而易举地 把它找到呢 现在我们再把它 丢到这个 茫茫大海当中 我们只听见了水声 而完全不知道 它现在落在了 海底的哪一个角落 是不是还用同样的理论 可以继续找到这颗油 我们在这个 汽口时机要赞叹之前 全是实用的 在这颗油铁里面